超大 江湖時代的科技喔 左手 怎麼辦我是很像白痴 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菲西三長 如果問到台灣人第一次吃到的日本國民料理是什麼 除了壽司 拉麵 應該就是天婦羅了吧 天婦羅的日文叫做天布拉 天布拉這個東西它就是 有蝦 魚 貝勒 蔬菜 果麵衣去油炸製成的日本料理 來到台灣之後 卻演變成 當時用魚漿做的天布拉 我覺得這個吃起來跟日本的天布拉是很不一樣的 我一開始吃的時候覺得很驚訝 今天呢 我來到了日本排隊名店的炸天婦羅店 它居然來到台灣囉 但是它開一陣子我都還沒有來過 就是這家 今天大家就跟我一起來找尋 我的日本家鄉味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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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家日本第一職人天丼 還有這個天丼啊 還有上天丼 這三種呢 是在日本點得到的 但是啊 這邊這一頁 這麼多這麼多這麼多 只有台灣才有的 日本是吃不到的喔 所以我很想邀我的日本朋友來台灣吃 那今天呢 我要點的是這個招牌的 江戶前天丼一個 跟這個超級厲害的 帝王蟹天丼 一定要嘗試看看 台灣才有 然後 我也想要點點看它 天婦羅之外的東西 所以我想要吃這個 天婦羅與收洗燒定食 對 今天就點這三個吃吃看 好期待喔 那這邊當然也跟日本一樣 可以看到師傅在料理的過程喔 那聽說這邊也是非常講究 有職人的 為人能展現 道地的日本服務 他們也會不定期送 種子學員到日本學習 哇 你看他們炸的這個工程啊 我真的覺得好像在日本一樣 他們其實真的有 想救的這個手法 這個好像叫拉花的樣 他們會先裹一層 炸下去 然後呢 再用筷子再沾一次 這個拉花的動作 真的很道地耶 那這邊日文教學講 念衣的日文叫做 衣 而且它的漢字很特別 它就是寫衣服的衣 就是外面讓他穿一件衣服 哇 超級豐盛的 超棒啊 超開心 可是我覺得會不會點太多了 所以我們已經有三個人啦 真的 真的 祝福玉如 份量很大 這意思 這邊是天婦羅壽喜燒套餐 然後這邊是帝王蟹套餐 然後這個是招牌的 江湖錢 天婦羅 哇 來看一下台灣才吃得到的帝王蟹凍 而且呢 這些台灣才有的菜車 都是日本的社長為台灣設計的喔 然後啊 我這樣子摸起來 它很棒 它會特別碗喔 會在幫你加熱之外 還有這個碗也有玄機 我看到官網上面說這個是 煮賀油天燒 裡面呢它會有兩層 所以它這個更有保溫的效果 它是江戶時代的保溫碗 江戶時代的科技喔 超特別 你看這個經典的江戶前天豆 這個啊 蟹子魚超大的 蟹子魚的日文叫做阿納波 然後我先把它夾起來喔 哇你看這個 真的太大了 我夾不起來耶 你看 是不是 真的比我的臉大 我臉都這麼大的 都還比我的臉大 超大 哇 這個帝王蟹真的一上來了 一王現在香氣超濃烈的 顧不及待 超汁 汁是那個肉很多汁 超好吃的肉 你好好吃喔 好吃 這個醍醐味 是這邊特別的 它其實就是 日文的這個七味粉 這個在日文的意思呢 有那種 本当の楽しさ 事情的 真水啊 本当の旨味 就真的很美味的那個意思 那我一定要吃到炸蝦 那日文的サクサク 其實就是那種 酥鬆的感覺 就吃起來是那種 鬆鬆清新的 那跟台灣的雞排的那種 酥脆的感覺又不一樣 台灣雞排應該會比較 會覺得是 就是比較有硬度一點 那這個是酥酥脆脆的這樣子 而且很多人應該不知道 炸蝦的日文也有兩種講法 天婦羅的日文會叫做 天婦羅的蝦 還有一個另外一個單字叫做 外來語來的嗎 那日本人比較會想 比較美式炸的方式 外面我的這個麵衣也不太一樣 到時候在貼圖片 天啊 我居然吃完了耶 我本來想說 可能至少飯會吃不完 但是他們的飯呢 是三屆的冠軍名 然後再淋上那個蜜船醬汁 真的 真的很下飯 就吃完了 好厲害喔 いただきます 好清爽喔 我覺得這個吃完天婦羅 吃這個很棒耶 那我剛剛啊 一直在那邊 跟蜂漢師傅在炸的關係 就有機會跟師傅聊到天 結果啊 我就遇到那個 有去日本學習的師傅 他跟我講他的經驗 我覺得超級有趣的 他去日本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被糾正拿筷子耶 那我知道日本本來就是很重視 要拿筷子這件事情嗎 結果他就說 他可能本來拿的不是很好 所以就被糾正這一點 而且呢 他喔 那個炸天婦羅 不是要那個長長的筷子嗎 那個叫刺身筷 他們需要用那個刺身筷喔 那麼長的筷子 然後每天練習用它來吃飯耶 就因為為了要靈活練習這樣子 就用那個那麼長的 不方便的筷子吃飯 而且覺得欸欸好特別喔 他又更驚人了 他說他們還要用左手 也要拿筷子 那因為這邊提供的茶 裡面有這兩顆黑豆的關係 然後那個師傅說啊 他需要這樣子 兩隻手拿著筷子 然後要夾那個土豆 這樣每天練習耶 太困難了吧 我先用我的晃右手 右手試試看喔 好我右手還可以還可以 但是你看 左手 怎麼辦我就覺得很像白癡 還是要拿那個赤身筷 長長的那個筷子 你看我手好像麻痺 真的夾不好耶 太難了 欸你有沒有試試看 然後他除了做這個練習之外啊 他們對擺盤也超級講究的 因為他說他們在日本學到的是說 他們對於擺盤這一塊就 每一碗呢都要當作自己的藝術品作品一樣的對待 所以如果吃炸不好玩然後放不好 他們覺得不滿意的就不會出餐這樣子 真的是超級講究 很有這個敵人精神 哇吃飽了好滿足喔 那我離開日本多年呢 我其實也很慶幸來到的是台灣 因為台灣有這麼多道地的日本料理之外呢 也有很多的日本元素在生活的各個角落 那這個家鄉味會讓這個天凍啊 吃起來更有一番風味 那我呢不只會想要推薦給台灣的大家來吃吃看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有趣的話 麻煩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然後我們也有其他的類型影片也請看看 然後每天也有用中文、日文用FB、Instagram 用中日文分享資訊 歡迎追蹤 那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 天ぷ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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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助 衣 天助 天助 超ボリューミー 穴子 超ジューシー 醍醐味 你 我是 我的 节目 カリカリ エビフラ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